有什麼火象 風象 水象 土象 各個風象的 各個星象的 這些星座 應該怎麼樣挑逗最有用 如果你想要挑逗另外一半 當然第一你要知道它的星座 連它星座都不知道 那代表你們的感情應該也完蛋了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是火象的牡羊獅子射手 你要從什麼下手 就是香艷火辣的刺激感官 身材要保持好 要看一些比較有趣的電影 然後要製造浪漫的氣氛 然後要隨時隨地讓它有突發狀況 例如洗碗的時候 洗衣服的時候 洗碗的時候妳從後面撲上去這樣 在外地的時候 在公園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香艷刺激 然後穿圍裙裡面不穿這樣對不對 對 就是有感官上的身材 妳常在這樣子 王老師什麼星座 她天蠍 我是天平 所以像這種 如果另外一半是火象的話 妳就可以用各種的 想像空間很大的方式來刺激她 她也喜歡隨時隨地的感覺 反正就是要玩很大就對了 玩很大 玩很白 妳跟她暗示的都沒有 要有驚喜 對 就直接說我今晚就是要妳 這樣就對了 如果是風向的雙子天平水平呢 妳可以嘗試多變化 增加新鮮感 就是換時間 換地點 換場景 換角色就對了 除了人不能換之外 都要角色太遠 場景不一樣 有時是出國 有時是在家裡 就是要有不同的新鮮感 讓她覺得呢 妳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只有人不可以換 那妳自己也可以嘗試變裝 戴戴假髮什麼的 難怪沒戲了 下來一半都累死了 誰比想這些 如果另外一半是水象 雙魚巨蝦 天蝦 它是要 就是說蠟燭要點很多 音樂要放很好 前面的浪漫的招數 大概要講很多片 還有甜言蜜語 然後最重要是不可以潑冷水 不可以這個時候問她說 妳瓦斯關了沒 然後是這個時候突然問她說 孩子睡了嗎 我好緊張 不可以有這種生活雜碎的 瑣碎的事情去干擾妳們 一切就是浪漫 就把對方當成是窮瑤的 男主角 女主角就對了 如果是土下摩羯精油處女 妳要製造安全感 他們不喜歡 就是說不知道就突然發生 所以妳一定要再從早上 晚上 給她一起暗示 讓她覺得在吃飯的時候 已經覺得待會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跟我訂一下寶貝 那個差不多11點10分到15分的時候 就有個窗戶開了這樣 然後她喜歡安全的環境 安全的環境就是家裡 或者是密閉的空間 而不是外面的場所 然後沒有人看得到 好可怕 密閉空間 我聽起來好像窒息室 就是不能說隨時隨地在公園那種 她不能接受 或車上不能接受 要講在房間裡 在房間裡面 要把燈光調暗 因為她比較害羞 也不要一下子就是二骨撲牙 要慢慢的緩慢 讓她有安全感之後 確認小孩都睡了 她才願意全心付出她的身心靈 好麻煩喔 好 妳怎麼變了 說我們土下麻煩 每一件都說好麻煩 那下半身的話 那好吃懶做的人怎麼拿起床 那好吃又懶做 我只懶做我沒有好吃 我告訴妳 大部分的男女沒有得到幸福感 就是因為妳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 然後只懂得享受 我要吃法國餐 妳那男朋友最好的什麼 路邊攤是不是 好啦 我有懶做我沒有好吃 11點 我都想睡覺 各位有伴的人 希望旁邊的人已經準備好了 在等妳 沒有伴的人 就去看看格雷的50道陰影吧 大家晚安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0點鐘 中間一月才新晚又通 拜拜 中間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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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